9月10日,涉嫌在7月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中咬断香港一名警员手指的22岁被告杜启华,在香港沙田裁判法院再次提堂受审。 控方指出,被告将被加控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行为罪,共五项罪名,案件也将转介至区域法院一并审讯。 香港沙田裁判法院熟理主任裁判官高伟雄表示, 案件押后至10月8日于沙田裁判法院再提堂,以处理案件转介至区域法院的事宜。 据了解,杜启华是香港大学2019年毕业生,他之前已经被控一项袭警罪、两项蓄意伤人罪, 及一项未能向警务人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,或准以现金及人事现金各1万港元保释。 期间不准到案发的新城市广场,每周要多次去警署报道。 案件发生于7月14日晚,有数千人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聚集,抗议修订逃犯条例。 警方于晚上7时许,以声明打算清场,并八次发出警告。 杜启华在未有受调性,也未有宣示下,在晚上9时50分左右, 用雨伞殴打香港警员叶卓轩的警后部,其他警员见状上前救援。 杜启华在混乱间用雨伞打高级警司梁子健的后警令其跌倒, 梁子健右手挡住被告的袭击,其右手无名指因而骨折。 杜启华之后被制服,但仍在争执期间把警长梁企业的右手无名指末端咬断, 之后他拒绝在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。